各位焦点要带您看到中国多地近情 陆续交开了人大政协会议 其中广东省公布了2023年的地方生产毛额 高达人民币13兆 相当于台币58兆 而这个数字是连续35年来居管中国 而其中省会的广州市是突破了3兆人民币 是13.2兆台币 主要是因为去年进出口的时候顶住了压力 逆势了实现正成长 也带动了深圳成为广东第二个兆元的消费城市 说到深圳 其实深圳的GDP在1980年代的时候 是2.7亿人民币 人口则是33万人左右 而现在实际人口超过了2000万人 GDP也来到了3.24兆人民币 不止是从当年的小渔村 崛起到了中国的前三城市 而且还排名亚洲第四 也是全球排名的前十大都市 主要是因为深圳市的商务局 是靠大量的市集还有节庆来掀起消费热潮 而且还很聪明的引进了各类的手店 还有旗舰店以及新概念店 包括947家 而这些都是含金量族知名度高的店面 像是山姆还有好市多都是功不可没 根据统计 目前好市多在中国有6家分店 其中深圳店最近开幕 光是会员就已经超过了9万人 而且有10%是香港籍 就像农历新年到了不少香港人也到深圳去买年货 可以看到在深圳湾口岸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了13.4万人次 创下了深圳和香港通关以来 单日出入境的人口最新记录 而这样的人口也让一些美式的卖场 网红商品也被发现说 奇怪这个深圳分店比上海的分店还要卖贵了50% 而且有些标榜是折扣价 但是其实却等于了其他的分店原价 虽然说官方说这个原料 还有加工工艺的不同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 但这样的说法民众并不买单 更質疑说难道有消费潜力就要被当成盘子吗 引发了热烈讨论